一场发布会上,王教授公布了他的最新研究,人体改造技术 王教授慷慨激昂地告诉在场的观众们 人类靠食物生存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这要通过我的这项技术,人类就可以变得和植物一样 不用再吃传统的食物,每天晒下太阳就可以饱腹了 我相信这项技术在施行推广后将会缓解日益严重的世界粮食危机 王教授越受越激动,然而台下的观众们却一片哗然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不吃东西,那活着还有什么乐趣 是啊,这个王教授就是鬼扯,浪费纳税人的钱 信下面的观众开始起哄了 王教授急忙说出了这项研究最大的好处 那就是可以延长人类的寿命,大概是三到五倍的样子 这样说的话,人类就可以活到三四百岁了 刚刚那位嘲讽的观众,立刻改变了态度 请问教授,这项研究进行到哪一步了? 已经到了最后阶段了,目前正在动物身上试验 相信要不了多久就可以用在人的身上了 说完,台下献上了一片热烈的掌声 看来人们都想自己可以多活几年啊 画面一转,医院的婚姻室里一位主治医生向王教授汇报 他的一位病人现在不能进食了 目前需要靠营养液维持生命 王教授想了想说,那就准备人体改造手术吧 主治医生顿时就傻了眼 王教授啊,这项技术目前只在动物身上做过实验 还没有进入临床实验阶段呢 这样做违规了吧 反正不做手术,病人也活不长了 而且等这项技术成熟了 病人还不一定能支付手术费用呢 主治医师还想说些什么 但是被王教授打断了 好了,就这样决定了,散会吧 随后王教授来到了病房将情况告诉给了病人的父母 现在非常不稳定 随时都可能有生命危险 患者父母听了,急忙求王教授想想办法救救他们的儿子 于是王教授就说出了人体改造手术 目前只有这个技术可以拯救你的儿子了 不过手术完成后,你们的儿子就像植物一样 通过光合作用获取营养了 什么,那我儿子不是成了植物人呢 不是不是,王教授急忙摇手解释 你们误会了 我们这个技术只是改变人体摄取营养的方式 其他的和正常人是一样的 如果你们同意了,就在上面签个字吧 此时父母没有其他选择了 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签完字后,王教授对病人进行了人体改造手术 结果第一次手术非常成功 病人恢复得也很快 随后王教授又私自对其他几个病位的病人进行了临床实验 结果导致死了几个 然后王教授就受到了社会各界的谴责 人体改造项目就被叫停了 而王教授也被调下了职业症 还将面临公诉 就在这时,之前那个患者的母亲提着一面锦旗过来了 他是来感谢王教授的 要不是王教授给他儿子进行的人体改造手术 儿子说不定就没了 结果王教授一脸悲怅的说 我现在已经不是什么医生了 说完,王教授挥了挥手就离开了 然后患者的母亲不禁感叹道 真的是好人没好报啊 画面一转,40年过去了 一对小夫妻大伟和红红正在家里看电视 电视正在播报 这次粮食危机还想持续一段时间 原来现在的地球已经被污染了 导致全球的食物都非常紧缺 而且从两年前开始 所有的食物都必须由国家来发放 超市只能够购买生活物品 食物再也买不到了 并且私自交易食物也是犯法的 然后大伟就对红红说 你待会儿去居委会拧一些蔬菜吧 明天爸爸要回来了 拧完蔬菜回来后 红红就觉得很奇怪 农业和畜牧业同样受到了影响 猪肉每天都可以拧到 而蔬菜却一周才拧异异乡 真的是快吃兔了 还有一件事情 红红也觉得奇怪 你说老头子为什么一个月才回来一次啊 而且也不让我们去福利院看望他 大伟表示不清楚 红红顿时就来气了 什么叫你也不清楚 当初不是你叫老头子去福利院的吗 大伟急忙解释 我当时让父亲去福利院 不是怕我们的食物不够吃吗 而且福利院有吃有喝 父亲住在那里不是挺好的吗 但红红还是有些不放心 因为这个福利院非常神秘 当时还是福利院男人亲自接老头子过去的 而且没人知道福利院的地址 就连老头子也不愿意说 隔天父亲就过来了 然后红红为父亲准备了丰盛的午餐 蔬菜和猪肉 但是父亲似乎一点都没吃 到了下午的时候 父亲说时间差不多了 要回福利院了 大伟想让父亲留下来住一晚 明早再回 但父亲说不用了 我还是回福利院算了 说完父亲就急匆匆的离开了 都没打算让大伟送一送的 而红红不放心 就让大伟跟踪父亲 看看那个福利院到底在哪 这样以后有事也有个照应 于是大伟就尾随父亲身后 一路来到了神秘的福利院 然而这家福利院门口 并不是挂着福利院的招牌 而是写着 食物配给基地几个大字 大伟一头雾水 父亲不是回福利院吗 怎么来到这个食物基地了 刚好门口的保安正在打瞌睡 大伟就捏手捏脚地走了进那 进入里面后 大伟看到了一个个蔬菜大鹏 咦 难道福利院让父亲来这里当菜农来了 拉开大鹏的帘子后 大伟顿时吓出了一身冷汗 只见大鹏的土壤下面 埋着好多人 而且他们都是四肢不全的残疾人 然后大伟的父亲也在一个土坑里面 大伟急忙上去询问父亲 爸 你在这里干什么呢 这里到底是什么 这些人为什么埋在坑里 既然被儿子发现了 父亲也无法再隐瞒下去了 首先 父亲给大伟说了 40年前王教授发明的人体改造技术 由于王教授私自给几个病位的病人 做了改造手术 导致病人死亡 所以这项技术就被国家叫停了 而王教授也将面临牢狱之灾 而大伟的父亲 正是王教授第一次完成人体改造手术的那个病人 后来全球出现的粮食危机 政府就赦免了王教授 并允许他重启人体改造项目 只不过这次不是用来救人 而是用来制造食物 被改造过的人体比植物更加能适应环境 那些被截掉四肢的人 只要将他们埋回土里 加以科学的培育 只要一个月四肢就能重新长回来 所以这也是父亲一个月才回家一次的原因 而父亲今天急忙赶回来 是因为待会儿就能到父亲截肢了 此时外面买了一辆大卡车 正在往车厢里面装着新鲜的猪肉罐头 听到这里 大伟也就搞明白了 自己每天吃的猪肉原来都是来自这里 说完大伟就要将父亲带回去 不要在这里当别人的食物了 而父亲却挣脱了大伟 傻孩子 爸爸是自愿的 而且你以为每个家庭都能拧到猪肉罐头吗 其实不是的 只有家里有人改造成了植物人 才有资格拧猪肉罐头 最后父亲大声呵斥让大伟快离开这里 不然被这里的管理员发现了 你就走不掉了 事已至此 大伟根本就劝不动父亲 只能含内离开在这里 路过居委会粮食发放点的时候 大伟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 那些排队拧猪肉的人 每个人都有家属 是植物人吗 或者说他们是不是和自己一样 明明知道了真相 却只能假装不知道呢 回大家后 红红已经热好饭菜了 和往常一样 红红加起一块猪肉 就开始嫌弃 每天都吃肉 都快吃吐了 然而下一秒 大伟就真的吐了出来 故事到这儿 也就结束了 电影鱼呢 与你解忧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